今天忽然要去湘慧 也有一点事给大家请吃晚饭 那些中国公司在 看看 现在我要走路过去 坐地铁 因为湘慧那边是停车也飞进 然后开车去开回来 太麻烦 还有他说他要喝酒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 他说我可以帮他开车 所以就坐地铁回去 这个拐弯 就到大马路 大马路的左边就是 地铁右边是 医押的学校 我才存在内达的地铁里面 地铁前面有这个 就放起来就是安全的 内达的比新德里的新 我上这个地铁站以后要换 换新德里的那个地铁 都到新德里的地铁站这边 到地铁站直接到江汇 然后是里面有那个小车 帮我送过来留好罐 这个罐才是有江汇 有好多罐 二十多个罐 这个是 亚洲的一个 展会 以前呢 是如果有一个 是全世界的展会也 以前哪里有展会 就都有一个 中国是中国的罐 但是这里面就有 朋友说三到四个中国公司来的 参加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中国人 比如说是我朋友的这个也是他看 那个就完事了以后呢 是这个地方是要 就是巴地啊 喝酒啊 吃饭啊 跳舞啊 那我们来吃点饭和一点酒 我就是专门 喜欢着这个展会 因为我这样的话 那会认识好多 那个中国的企业 他们的老伴 他们就是联系方式 然后这一年龄度的 企业他们也参加的那些人呢 都是客户 那我给他们翻译的时候呢 我都会写 来的人是怎么样的人 他要什么 他穿了怎么样的 然后就是 几个人来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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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所有的东西 我都那日期里面 就是那个本子里面 我都会写 写完了以后交给老板 就以后 如果他们联系的话 那那就是你这些细节的东西 告诉他 那这样的话 他会觉得是你是他 就是他是你的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客户 所以你有那么那么清楚记住他 其实我们不是清楚 我们就是写的 但是 然后我有什么目的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个展览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公司 他们从国外来的 然后呢 是花了好多好多钱 然后就参加两天三天 最多最多五天的一个展会 他们会花好几十万 就是我跟那些中国的企业说是 你们就是要一直要来花好几十万 你给我几千块 每个月我在这边给你一个办公司 我给你一个人 专门是他 你站会这里 他们也就是收名片 然后把名片给回家 以后再回答 因为是来参加这边的人 他们也不是专业的人 他们就是办公司的那个销售 不一定他了解 就是他的里面的那些问题啊 技术的问题之类的 这里所有的问题都会来的 所以到了以后再就是 发一面 然后回答 他说什么 所以我说是 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你要来 你参加没问题的 但是你走了以后呢 这些样片你带回去呢 所以还要花钱 然后照顾他们的 所以你在这边 你给我几千块人民币 每个月 然后我给你装门一个人 他回答你的 又有像的 然后他是本地人 所以会就是 他们也觉得说 我跟一个本地人沟通的 我不是跟你一个中国人沟通的 这个人是他的 他们也相信你 然后我装门给你一个地方 一个办公室 按你的要求 你要多大的 我给你多大的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 要求我 所有的东西给你安排的 除了这个以后 如果你要见面客户的话呢 你有一个地方了 你要来 我给你安排 所有的你的车 导游 酒店 你要什么服务 我都给你 这个是一个 我想的一个是 服务的 我都已经做了玩仗 但是 就是这个呢 是投资有一点大 那时候我 那时候不是 现在也 我没有钱 那么多钱 就是我就可以 投这个东西 所以就 这个 这个我的想法一直有 但是 我还没有成功的 我还没做起来 这个东西 就做了玩仗而已的 所以现在我还是愿意 在哪里有蜡蜡 我就愿意去 然后蜡蜡的时候 你能看得到 好多新的产品 所以就 会新的想法 所以就 昨天我去了 如果有机会 就我马上去了 就我都 不过现在不愿意 做这样的 做一两天的工作 但是如果人家说 是我家附近 还有一个张会 这里有张会的话呢 那我愿意做 就这样的话呢 我会就是了解的 新的产品 所以我就 昨天去了参加 但是就 三四个中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不多 所以就好像是 最近年 这个 这个中营关系的事 就是 影响很大的 很大的 我们这样的人 也 赚不了任何钱 我的时候的导游朋友们 他们都 会嫁劳 会老是嫁 他们那边 有一个今天 我看他是开了 买衣服的 服装点 没办法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看我视频 关注我 我是印度外言 谢谢